臺灣人在臺灣規劃一連串 看到各位 我真的很高興 尤其是六四要三十週年 華蘭民主書院在臺灣規劃一連串的活動 是有研討會 展覽 還有紀念的晚會 這些活動 讓臺灣人再一次提醒 被提醒在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情 也提醒我們民主的可貴 我們現在回想三十年前 我現在三十年前 我在做什麼 我剛剛念完書 是個年輕的教授 那個時候 臺灣的社會跟中國 確實出現了訴求民主化的聲浪 三十年前也大致是民進黨出現的時候 但是這三十年的發展 確實讓兩岸發生了很大的差異 這三十年來 臺灣的民主發展 確實讓人影響深刻 當然 在這個過程中 很多人犧牲了他的自由 也有很多人犧牲了他的生涯 甚至於很多人都入獄過 但是歷史走到今天 臺灣的民主發展 確實是華人社會裡面的一個 讓人有期待的一個民主發展的地方 中國 尤其是這段時間以來 感覺是越來越緊縮 不但對自己的人民有這樣的限縮 事實上 臺灣這個民主社會裡面的 言論自由等等 其實也受到外面來的干擾很大 事實上 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民主國家保障言論自由 但是來自境外的干擾 或者現代的科技跟商業化的手法 影響言論市場 其實都是我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深刻體驗到 也必須是在言論自由 不被破壞的情況下 必須要面對處理的問題 做民選的總統 除了要讓兩岸關係能夠維持穩定 處於一種和平的狀態 其實在很多時候 還是要把話說清楚 比如說一國兩制 臺灣方案出現的時候 其實臺灣的總統是沒有遊誼 也沒有模糊的空間 就必須要講清楚 這個不是我們 現在享有自由民主人權的一個國家 會接受的一個方案 我們也不期望 因為一個臺灣總統的模糊回答 造成對方的誤解 或者是誤判 也讓很多堅持民主 跟自由的人施狂 所以今年的1月2日 確實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也就是說 臺灣人必須要講清楚 他自己的立場是什麼 也開始讓臺灣人意識到 確實我們現在的自由民主方式 已經受到威脅 我相信在這個時刻 在一次提醒六四的這段歷史 很多人在六四或之前之後的付出 都會讓人更加的珍惜 說這些自由 這些民主是得來不易 所以我非常感謝凡宿宴 在六四三十週年 能夠在臺灣舉辦這一系列的活動 提醒臺灣人 民主自由不是沒有代價 應該要珍惜 謝謝 謝謝總統